9月3日,日本现任首相菅义伟在自民党内会议上突然宣布,他不会参加接下来即将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。 这一消息轰动了海内外,因为确实来得太突然。 一夜过去,谁将成为日本新首相? 不仅成了日本社会最大的话题,同时也成了海外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。 在讨论这一个问题之前,我们先来了解日本首相是如何产生的。 在首相、指民投票选举中,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,但是,当选者必须获得半数以上议员的赞同。 由于朝野各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势力各有不同,为了确保一国之首相能够按时产生,不会导致国家管理出现空白。 所以宪法规定,首相选举结果是以众议院的结果为准。 通常情况下,由于执政党在众议院都是拥有过半数以上的议席,所以,执政党的领导人事实上就成了当然的首相。 自19世纪80年代引进英国的议会制度以来,到监议委为止,日本共产生过99位首相。 所以,这一次诞生的新首相,将是日本宪政史上第100个首相。 在日本,成为首相有两个硬条件。 第一,必须是国民投票选举出来的众议院议员。 第二,必须是执政党的领袖。 如果把这两个硬条件相比,第一个容易,第二个很难。 因为要成为执政党的领袖,一般情况下,还需要有这么几个软条件。 第一,必须参加过八次以上的众议院大选,而且每次都能获胜连任。 第二,至少当了20年以上国会议员。 第三,在政府内多次担任过大臣,在党内也担任过类似于常委级的高级干部。 第四,必须有20名以上自民党所属国会议员,作为参加竞选的推选人。 解读完这些,我们就会明白,当首相,一个最核心的条件。 就是必须,先要成为执政党主席,其次才可以当首相。 日本目前最大的执政党,就是自民党。 这是一个,有着66年历史的政党。 从上世纪,50年代开始,日本社会,基本上就是由这一个政党引领,与管理的。 今年9月底,三年一届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到期,29日,就要举行新总裁选举。 而菅义伟宣布的,其实不是辞去首相职务,而是宣布,不参加总裁选举。 他不准备,竞选党总裁,也就意味着,他不准备再当首相。 其实,获知消息的一众日媒,也颇感意外。 因为,当日很多媒体的置顶头条,一直都还是菅义伟,表态参选的新闻。 报道说,菅义伟会晤了,日本自民党大佬,二届俊博。 向其表明,将参选,下届自民党总裁。 并将调整,包括干事长二届俊博在内的,自民党高层人士。 媒体都把焦点,放在定于六日进行的,自民党高层大患写上。 这被认为是,提振菅义伟支持率,和改善自民党形象的,关键一步。 然而,仅仅17个小时后,菅义伟就宣布,不参选自民党总裁。 这17个小时的时间里,究竟发生了什么? 按菅义伟自己解释,是要集中精力,应对新冠疫情。 但实际原因,显然不是这般体面或简单。 菅义伟突然变卦,多半是因党内高层改组遇到了麻烦。 目前,大部分的分析认为,菅义伟想改组,和更换的人,党内大佬或政治明星,不支持不配合。 菅义伟原指望,借此改头换面,拉一个新班子,出来选举,结果遭遇碰壁。 而他本来就没有自己的派系坐后盾,执政基础不牢。 这时候四处碰壁,就只能屈从压力,放弃参选了。 政权运行,遇到很大困难,这在日本历史上,并不显见。 安倍晋三,麻生太郎之前,都有突然不干的先例。 这也是日本一种,独特的政治文化,或体制特性。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,也印证了这种分析。 报道援引日本首相官邸,消息人士的话说, 建议为弃选的原因。 在于原定6日进行的,自民党高层人事变动,无法实现。 除了党内大佬,和派伐压力,这一年来的政绩,也无法支撑, 菅义伟继续走下去。 菅义伟上台以来,最大的任务,就是抗议,举办东京奥运会,振兴经济等。 但现在,抗议可谓一塌糊涂,因为盲目乐观,和措施不利。 日本正遭受,第五波疫情冲击。 顶着逆风,举办东京奥运,但并未如他预期的那样,带来个人加分。 在东京奥运竞赔,以及新一波疫情冲击下,重振经济的计划,也眼见搁浅。 8月底的民调显示,监内阁支持率,已经跌至25.8%, 再次刷新他任首相以来的,历史最低点。 去年9月上任时,菅义伟政府的支持率,曾高达70%左右。 与此同时,自民党在他领导下的几场地方选举,又接连失败,也给菅义伟带来重创。 最近一场,失败的地方选举,就是8月22日的,横滨市长换届选举。 那里被认为是,菅义伟的政治地盘。 这场失败,也让自民党内的派伐们,认清了菅义伟的处境,和当下的,国内政治局面。 以上种种因素之下,菅义伟选择退出,其实是找个台阶下的,维持颜面之举。 而接下来的问题,自然就是,谁将成为自民党新总裁,以及下任首相。 目前已经明确表态,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候选人有。 现任行政改革大臣,河野太郎,前自民党政教会长,岸田文雄。 现任自民党政教会长,夏存博文,前总务大臣,高氏早苗。 另外,总裁选举的,最后报名时间,为9月17号。 在此之前,还有可能参选的,潜在人选分别是,自民党,原干事长石破茂。 现任环境大臣,小泉晋次郎,以及自民党干事长戴行,也填圣字的。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,这些候选人的可能性。 首先日本历史上,从来就没有女性担任过,自民党的总裁。 以前,没有发生的事,在现在日渐保守的,日本政治氛围下,就更不可能发生了。 所以我们先把两位女候选人,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可能性,排除掉。 接着是,一直想当日本首相的,原干事长石破茂。 石破茂,由于一直和党内的实力派,安倍晋三,麻生太郎等,关系不合。 他和他的派系,也一直处于,自民党的边缘位置。 目前石破茂唯一的希望是,获得二阶派的支持。 不过现在看来,即使获得二阶派的权力支持,他最后当选,自民党总裁的可能性,也几乎为零。 而在日本,妇女和年轻人群中,有着很高人气的,小泉晋四郎,由于还很年轻,按照日本政坛,论资排辈的传统来说。 目前还没有到他,担任自民党总裁的时候,这次也大概率,不会参加最后的选举。 如果不出意外,新一届日本自民党的总裁,最有可能从河野太郎,岸田文雄两人中选出。 那么,两人中谁的可能性更高一些? 首先是,岸田文雄。 1993年,岸田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,一举当选。 2007年,首次入阁。 2012年,安倍第二次当首相时,岸田先后担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。 2012年,担任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长,成为党的最高三名干部之一,负责政策的制定。 岸田文雄和麻生太郎等自民党大佬,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,也是去年,日本首相的热门人选。 最后因为自民党内部的平衡需要,才输给了菅义伟。 如今最大的对手菅义伟的退出,使得党内的力量突然变化,很有可能倒向自己。 所以,岸田文雄很可能会成为自民党内部各派罚妥协的总裁人选。 而河野太郎由于目前担任的是日本新冠疫苗担当大臣,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颇高,再加上其雷厉风行的形势作风。 目前在日本民众中的期望值,也是所有候选人里最高的。 这一点,对于目前内外交困的自民党,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 目前在自民党内部,已经获得了现任首相菅义伟,以及小泉晋次郎等的支持,还有他麻生派议员的身份。 可以说,在接下来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的胜率,非常高。 还有就是中日关系,接下来的走向。 其实,不管新首相是谁,上台后对中日关系的影响,无非就是两个维度。 一个是继续维持现状,甚至更加恶化。 另一个,是转向温和,适当改善中日关系。 但现在,这种改善的空间和余地,并不大。 因为现在的日本政坛,对华鹰派势力,不断增强。 而且日本社会,目前也不具备,改善对华关系的民意氛围。 对华强硬,某种程度上说,已经是日本国内的政治正确。 新首相上任后,越是根基不稳,越有可能迎合,保守右翼派别和选民,以此博取支持,守住政权。 还有一点,目前这些候选人,总体上比较年轻,属于日本政坛少壮派。 特点就是,比较信奉现实主义。 他们这一代政客,普遍擅长言辞宣传,迎合民意。 虽然对华强硬程度不一,但总的来说,都属于支持,对华强硬一派。 河野太郎,是麻生派推出来的人选。 是一个十足的鹰派,对华强硬。 岸田文雄,属于亲美派。 对华关系上,近期也释放过,强硬的种种言论。 而在这几个候选人中,岸田文雄,已经是属于,相对温和的了。 所以,如果岸田文雄上台,中日关系短时间内,可能会有些许缓和。 但他又不是什么革新派,几乎不可能去,主动改善中日关系。 因此大概率,也只是延续,菅义伟时期的政策。 而如果河野太郎当选,那会比岸田更糟糕,中日关系势必会更加恶化。